下一个 grave is being grave is being 这是啥呀 假抗 假抗又是跟职业医师又不一样 为什么讲不一样呢 很多同学学职业医师 你说我现在说假抗 你说我现在这么多同学在线听课 我说假装弦功能抗进 谁不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五 是不是 大家都能说出来 比如说 我说grave is being 很多同学是不是知道四个字自成免疫啊 你们能想到什么词 自成免疫就能想到吧 第二 突然是吧 你都知道突然 弥漫性 毒性 假的一种 你看弥漫性 我听到了啊 很好啊 弥漫性 你还能想到什么 遗传相关 也不错啊 好 你还能想到什么 高代谢征 很好啊 这表现里面的 同学们 跟着思路走啊 你直播它就这个用处吗 对吧 就倒闭着你要学呀 你又是自己学 又是精力啊 状态的跟不上啊 你直播你就跟在后面 哎 老师反正 看来老师反正药也没停 是吧 刚才也跟在后面 是吧 你看 还有同学写到了抗体 哇 这学得很好 还有写到了抗体 就说自身免疫症里面 还有抗体 就这个 我看在群里 大家问的最多 就是涉及到这个抗体 这个地方 问的最多 其他的我看没什么人问啊 你看TRIB 有人写出TRIB了 有人说假抗微向 你看很好 过氧化物煤 你看他就讲到过氧化物煤抗体 过氧化物煤抗体 TPO抗体啊 这个是呃 我们说 啊 桥本是假写眼炎比较容易多 啊 比较容易出现 还有T3T4 很好啊 非常好 到这里 我不再问了 收住 啊 收 我想问大家 我们能说出这么多的关键词 突然 微向 弥漫性 毒性 假如眼中 高代谢的表现 各种各样的支撑抗体 包括 光阳化物煤抗体 包括TRAB TSAB 啊 包括T3T4 TSH 啊 高代谢的病人很瘦 啊 销售等等 啊 拿肚子是不是啊 月经 扫经 必经 等等这些 对吧 都很好 先没有 我问大家 我们对假抗 有思路吗 由于没有思路的存在 就没有了临床思维能力 所以他的知识 就变得很零散 此时此刻 我脑子里冒出了什么 它就是什么 我冒出了突然 假抗就是突然 我冒出了高代谢 在我此时此刻认为 假抗就是个高代谢 啊 问题就在这里 就很碎片 很片面 很具体 不丑相 嗯 所以当你拿到一个题目的时候呢 这个题目 这不是一个题目吗 很长的一段文字 一个题目的时候呢 你就不知道他在考什么 就不知道这个题目 他想考什么 因为你掌握的是突然 而这个题目考的是抗体 或者说我掌握的是T3T4 这个题目考了一个假装线总大是不是对称 就假装线是不是对称的总大呀 一下子砸到你的盲区了 懂了吧 找你忙区了 你掌握突然了 人家考抗体 所以你觉得 我背的都没考 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考的 他说假装线总大是对称性总大呢 还是不对称的总大 缺什么呢 同学们 还是缺思路啊 缺一个线 这个线呢 能够将你突然呢 弥漫图性甲状线总啊 高代谢呀 出现T3T4TSH的变化呀 什么时候出现违向啊 治疗上药物什么时候用呢 用不好了 我们要不要去做放射点呢 就缺一条线能够将它梳理起来 是这个问题吧 由于没有这个思路在 所以假抗的题目会 十二对十二做错 十二对十二做错 为什么 盲区嘛 你有盲区呀 现在我就是要扫盲 这个扫盲不是说你没文化 只是将你的盲区要全部扫到 然后将你对于假抗的理解 思路化 路线化 让它成个一条线串的这里 糖葫芦啊 圆咕隆咚的怎么吃啊 拿个小竹签把它们戳一起 想吃哪个吃哪个 需要一种思路 这样就符合内科组织考试的特点 这个扫盲不是说你没文化 而是扫你的盲区嘛 下面 病因大家都知道 假抗是什么病因呢 这个首先就要搞清楚 假抗是什么导致的 假抗怎么导致的呢 遗传因素 刚才我们同学说了 连有人知道遗传 好他知道遗传 你不知道 现在我公布了他有遗传因素 是不是 所有听课的同学都大概有印象了 你不见得说都要记 反正现在遗传是肯定是有的 考吗 我告诉你 很少考到 很少考到 内科组织很少考到 就只一试你就考吧 你好像都没什么印象 肯定也没怎么考 是吧 所以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自身免疫 假抗怎么导致的 并不是感染导致的 或者说Grives病是怎么导致的 它不是感染导致的 感染导致的叫雅极性甲冬腺炎 雅极性甲冬腺炎 我不是感染导致的 我是什么自身免疫导致的 既然说到自身免疫 就离不开抗原和抗体 是不是 困惑就在这个地方 错就错这个地方 它有什么抗体呢 它产生了 TSH受体的抗体 同学们 TSH受体的抗体 TSH是什么 TSH是 促甲状腺素 是不是 促甲状腺素 是的 促甲状腺素 顾名思义 它是干嘛的 它是我们垂体 分泌的 能够促进 甲状腺怎么样 分泌的技术 这个知识是大家都会的 我提一下 找个感觉 出甲状腺结束 哦 垂体分泌出来的 通过血循环 倒甲状腺 拿鞭子抽甲状腺 让它分泌什么 甲状腺素 说这么高大上 甲状腺素就等于 T3加T4 听懂了吧 什么叫甲状腺素啊 从现在就记住 等于T3加T4 哎 好了 甲状腺素就是T3加T4 然后你看 它的受体出现了抗体 叫TRAB 这个20年考了 那么同学们 这个抗体和甲状腺素 释放技术 也就是促甲状腺素 这个受体一结合之后 它会产生什么效果呢 两个效果 两个效果 哪两个效果 大家看 哪两个效果啊 哎 纠正一个同学的问题啊 他可能我写的不大准确啊 这个同学叫飘扬过海 来看你是吧 飘扬过海来看你 这个同学注意一下啊 不是TSH等于T3加T4 而是甲状腺素 等于T3加T4 就是我们说 甲状腺素增多 指的就是T3T4增多啊 TSH 是促进甲状腺 分泌甲状腺素 也就是分泌T3和T4的 听懂了吧 好 这个纠正一下 这个同学的公式 可能我写的时候 也不大准确 这样我把它补充完整 好吧 飘扬过海 这个同学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回到这个抗体的 下面啊 比如说 这是垂体 这是垂体 这个呢 是甲状腺 好 垂体分泌了什么呢 TSH 就是所谓的 出入甲状腺素 然后它通过血液循环呢 主要它通过血液循环 到了我们这个甲状腺上面 好 甲状腺有一个一个的 绿泡细胞 绿泡细胞呢 是有功能的细胞 这个细胞 就分泌什么呢 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就等于T3加T4 这个大家听得懂 所以以后我们查 甲状腺全套 查的就是 TSH和T3T4 那说明咱们这个单位的 检查水平不咋低 因为三级甲状腺 或者二级甲状腺往上的时候 查甲状腺全套 除了查TSH T3T4之外 还查一个什么 叫甲状腺什么 自审抗体 这才叫甲状腺全套 听懂了吗 好了 那么TSH作用于它 形成了T3和T4 注意啊 T3和T4 现在 在甲状腺的这个 受体的表面 注意啊 这里呢 它跟甲状腺细胞结合 跟谁结合 跟这个白的东西结合 白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TSH的受体 好 你到你同学那里去玩 你同学要来接你 接你的那个街头的地点 他到什么沃尔玛的楼下接你 或者到什么必胜客的大堂去接你 反正你们定个点 或中国移动的楼下来接你 不管怎么接你 反正有个点 这个点叫TSH受体 听懂了没有 有点阻挡 我们边上做一种 明白了吗 OK 好 接受你 也就是说TSH到了你们了 他要跟你见面了 你们就约在了中国移动的楼下 这就是TSH受体这里 TSH受体他接到你之后 你们两个一起去 让这个甲冻线绿泡细胞怎么样 去分泌什么 T3体质 现在这个人得了Grivers病 他体内来了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抗体 叫TRAB 就是这个抗体 明白吗 好了 那么这个抗体 大家看 干到这里来了 把这个受体给它搞掉了 跟它结合了 结合了之后 它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种叫TSH受体的刺激性抗体 注意 它加了两个刺激 刺激是什么意思 好 我写出来 你来回答 刺激的意思是促进T3T4释放 促T3T4释放 还是减少抑制T3T4的释放 好 如果你觉得它是促进 你就敲个1 如果你觉得它是减少它的释放 你就敲个2 你觉得这个TSH受体 刺激性抗体 减成TSAB 刺激性抗体 这个格瑞兹病发生的时候 体内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了一个T3B 这个T3B的中间有一个成分叫TSAB 注意啊 T3B包括TSAB 也包括下面一个叫刺激阻断抗体 我们先说刺激抗体 然后我的问题是 你不在想吗 我的问题是这个TSH受体刺激性抗体属于TAB 也就是TSH受体的抗体 它属于它 属于它 是它的一个成分 最主要成分 我问的是 它刺激促进T3T4释放 还是减少T3T4释放 好 大母区很多同学都回答了 一 有个别同学回答了 二 认为啊 这个甲状腺激素 就是触甲状腺激素 TSH受体刺激性抗体 是减少T3T4释放的 有个别同学选了二 大部分同学选了一 说刺激性抗体是促进它释放的 好了 有不少同学选二 说减少它释放 觉得是促进 你就敲一 觉得是减少T3T4释放 你就选二 就说这个 四季性抗体 也就是TSAB 所以我说群里面 大家讨论这个东西 讨论的比较多吗 这就是我们对什么 greaves病产生的机制怎么样 不清楚导致的 没关系 今天晚上讲完了 就知道了就行了 好 正确答案公布一下 选择的是A 选择的是E 促进 选择的是促进 选择的是E 那还是不清楚 他就是不清楚 不清楚 再来一遍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就跟刚才讲新梗一样 必须讲清楚 讲青春 好 同学们 听不懂 对吧 听不懂不行 必须听懂 因为这个21年十有八九 还得考 你知道吧 既然咱们知道要考 就把它搞明白 同学们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垂体在这里 我们的甲状线在这里 没关系 听不懂 很正常 都听懂了 还来干什么 对吧 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 垂体分辨什么 TS 什么 H 是吧 很好 TS 看大家对那份蜜 不太熟悉 很正常 因为你当年 Grave was being 我不就跟你说了吗 你就记凸眼吗 就记T3D4真多 T3下降 然后你就去考职业医师 反正稀里糊涂就考过了 现在主制是逼着你 我就要考你思路 我就明确告诉你 我就很嚣张的跟你说 我就要考你临床思维 然后你怎么办 你必须掌握临床思维 对吧 好 别急 这个东西的中文叫什么 叫醋甲状线激素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好 同学们 醋甲状线激素通过什么呀 血液循环 好理解吧 到了甲状线表面 没错吧 它的靶向器官是不是甲状线 是的 对不对 甲状线是不是有一个一个的绿泡细胞构成的 每一个绿泡细胞都有分泌什么的功能 T3T4的功能 T3T4 对吧 好 那么同学们 TSH到达甲状线的时候 我就举个例子 说你到南京去玩 南京有你的老同学 是吧 好 你那个老同学 他要来接你 你们是不是得约个地方啊 得约个地方 咱们在鼓楼下面建 咱们在南京高铁南站建 在北广场建 在北停车场建 你反正你得约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他到达南京之后 他得到一个地方你去接他呀 那他到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是南京高铁南站北广场停车场 OK 你说清楚了 你就是打滴滴啊 你这个定位的给你搞清楚 好 你定到什么地方呢 就定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就鼓起来这个 我用白色的画一下 你就到这个地方跟他 接上了他 这个能听懂 这个地方叫什么 你去接他的地方叫什么呢 那不就叫TSH的什么东西 受体吗 受体就是我接受这个东西的 很好啊 我们这个表扬一下 因为字比较小 什么什么最可爱啊 努力的样子最可爱啊 受体 这好理解吧 就是你TSH 作用有我假动线 你得有个受体 你到南京去玩 人家到南京南站 高铁南站的 北广场的停车场 就接你是吧 你俩定位好 这个什么 什么花小猪啊 滴滴啊什么的 他的司机能接到你 好 接到你了吗 是不是接到你了 好 接到你之后 你就直接到了 他把你带到酒店住下了 或者带到他家就住下了 好 他接到你 把你领到他家 或者领到酒店 给你安排好了 然后你们一起工作 分泌什么呢 T3和T4 这个听得懂吗 这个题目听得懂 这个必须要听懂 如果这次听不懂 没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导学 在内分泌 我还要在系统的讲 可能放到系统里面 大家可能听得会更深刻一些 但是呢 我呢 就借这个题目啊 因为这是20年的考题嘛 借这个题目 给大家把思路捋一捋 看看你还会不会像过去 这样片段化的基本题 片段化的碎片化的 在主制考试中要吃大亏 同学们 如果您觉得这个 其实讲到这里能听得懂 你就敲一下1 静下心来听 难点净的几个 我跟你说 是不是 因为内科就那么几个病啊 听得懂就敲个1 听不懂就敲2 没关系 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职业医师部分 还有讲解 大家还可以去听 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敲了1 各位同学敲了2 有的同学可能第二遍 或者第三遍 好 谢谢 不用再回答了 我呢 把思路再梳理一下 我们这个甲状腺素的生成啊 它离不开垂体 是吧 因为我们内分泌系统的中枢 是下丘脑和垂体 垂体就分泌了一个基数 叫醋甲状腺基数 英文呢 叫TSH 可能砸到你的盲区 因为你从来 不记这个T3T是TSH 对吧 你可能对甲状的认知 就是突然两个字 所以TSH 你就 这个听得有点吃力 对吧 所以捡起来就行了 TSH 这个职业医师考的时候 写过吧 不可能不写 对吧 好 TSH 那TSH 它就怎么样 它就往 通过学循环 就到了甲状腺 它到甲状腺 它得 有个接它的人 这个接它的人 就叫TSH 受体 听懂了吗 它通过这个门进来了 就你到南京 你得有个地方 让你进去 南京南站 就是你进去的地方 好 你就从高铁南站 进去了 到北广场 停车场 这个地方 明白了吧 好 你就通过TSH 受体这里 到了甲状腺 然后呢 就促进甲状腺 绿泡 分泌什么 T3T4 明白了吗 好 那就说 这个受体的门打开了 你就进来了 进来了 你就促进T3T4 释放了 没错吧 这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分泌的这个过程 好 这个刚才没有听懂的同学 有没有懂 就是很简单 是吧 就是说多了一个受体 你就发糊涂了 是吧 其实就是TSH 作用于甲状腺 过去我们不说这么细 为什么 职业医师 他用不了 说这么细 现在内科组织 必须把你视为 履清履顺 不履顺 你就永远一脑子降糊 这样的话 你就可能会考五指解五指八 搞懂了 一个题曝出来 你马上就知道 我朝什么方向去查 这就是组织 你要带治疗组 你要带下级医生 去 下级医生问你怎么办 你还能问他怎么办 那就完蛋了 是吧 所以你必须知道 我思路是这个 我就拎住了思路 我查就不会查错 好 非常好 现在这个基本过程 大家搞清楚 搞不清楚没关系 后面再去学嘛 对吧 这个本来就是 要提高嘛 现在你得了Graves病 Graves病不是自身免疫吗 所以你产生了一种抗体 没错吧 这个抗体叫TSH受体抗体 明白了 PSH受体抗体 英文叫TRAB 请问它是作用于什么位置的 一作用于甲状腺的受体 二作用于甲状腺绿泡细胞 你回答一和二 三作用于垂体 请问我们现在得了Graves病 就我得了Graves病 我体内就比别人多抗体 所以我吃药把这个抗体吃没了 我就可以停药 这个听得懂 对不对 因为你考试你考过啊 停药指标是什么 你就背着一头汗 说TRAB TRAB 为什么停药指标是它 因为你吃好了呀 为什么好了 因为你Graves病就产生这个抗体嘛 对吧 那我吃药把这个抗体吃没了 我就吃好了嘛 我什么时候停药 那就是抗体 什么时候没 这个背过 对不对 背过就是碎片化的 现在我给你梳理起来 你就明白了 所以我问你 这个TS受体的抗体 作用点是TSH受体 还是滤泡细胞 还是垂体 一二三 你敲一二三 你看大部分同学都敲了一 因为那名字告诉你了 我就叫TSH受体抗体 那我的靶向器官 就我打的那个点 我产生了抗体 我就自身免疫 我就搞它 对吧 我搞的肯定不是搞 甲状腺细胞细胞 我也不是搞垂体 我就搞TSH受体 我就搞你甲状腺 表面那个白白的那一坨 我就打你高铁栏战 那个停车场 听懂了吗 非常好 好 那么TSH受体抗体 有两种类型 这可以这么说嘛 就两个兵 它有两个兵 一个兵 叫TSH受体的次级性抗体 TSAB 好 请问 这个TSAB 作用于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叫什么 它叫刺激性抗体 还没听懂吗 刺激性抗体 好 请问 这个时候我再问你 它是促进释放的 还是抑制释放的 就这个刺激性的抗体 作用于TSA受体之后 它是促进 滤泡细胞分泌T3T4 它还是抑制 或者减少 滤泡细胞分泌T3T4 所以你再敲个1和2 你听这个名字 它叫刺激性抗体 它作用于TSH受体了 它是促进它释放 还是一直释放 它叫刺激 刺激 想一想 你受到刺激会怎么样 是兴奋 兴奋会怎么样 是释放的多还是释放的少 释放的多 好 我终于说明白了 大家也终于听懂了 所以这个时候 T3T4是多还是少 一 这个时候TSH多 二 这个时候TSH 这个不 这个T3T4是多还是少 你要觉得多 你就选一 你要觉得少 你就选二 就说 现在得了Greve病 产生了这个刺激性抗体 TSAB 那么它是多还是少 这T3T4现在多还是少 好 终于把Greve病给大家搞清楚了 T3T4是多 好 T3T4多叫什么病 就是要把你绕清楚 对 叫甲抗 所以同学们 我们讲甲抗的时候 第一个是病因 说甲抗的患者 80%都是由Greve病引起的 它是一种建于青年女性的 自身免疫的产生TSAB抗体的病 大家都有书 你当年也读了 现在你再读一下这句话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是吧 什么感觉 哦 明白了 原来呀 就跟刚才我讲心梗 导致心衰是一样的 哦 明白了 这个Greve病了 它是产生了一种抗体 这个抗体它作用于TSH的受体 这个受体作用它之后呢 它刺激它 刺激它怎么样呢 分泌大量的T3和什么 T4 所以导致了甲抗 我是这么回事 我是这么回事 这个人明白了 大家听到了没有 听明白了对吧 好了 那我问你啊 现在TSAB 一个病人啊 他吃这个塔巴座 吃了三个多月了 现在TSAB已经转阴了 请问可否停药 这个抗体已经转阴了 能不能停药 你看有同学说可以 有同学说不可以 好 同学们 准确的说法是 在疗程足够的情况下 它可以停药了 为什么可以停药了 因为书上说的 它是停药指针 这就是你不干临床吃亏 你要在内分泌干一天 哪怕管一两张床 然后你再考组织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叫阴小小 很好啊 缓慢的解 是吧 所以我说客观的说是 症状得到控制 疗程足够 转阴就可以停药 好 再问你 专业实践能力 大家不是最讨厌的 就是第四门吗 专业实践能力 我问你啊 有一个假抗的病人 三年前吃药控制了 三年前吃药控制了 近一个月开始出现发烧 低热啊 体重下降 然后TSAB开始升高 TSAB开始升高 请问它是不是复发 是你就敲个一 不是你就敲个二 有个女人 三年前她是假抗 吃的药控制了 也很好 现在准备怀孕 跑去 这个一查来 觉得最近呢 体重下降 有点低烧 然后一查 TSAB有点升高 请问这个女人 你考虑什么 能否认神 答案是不能认神 不能怀孕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TSAB已经开始富阳了 也就升高了 这个女人假抗怎么样 复发了 什么病的假抗复发了 grave病导致的假抗复发了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门 第四门 就是那种专业实验能力 你不理解怎么办 我就给你个病案 就这个鬼样子 怎么办 所以你才是主治医生 人家跟着你后面 就这个道理 你要查房 你查什么 你不了解整个的过程 去亏在这里 你要是骗的话 那就不好搞了 怀孕的时候 复发就可以吃比牛亚密钉了 对吧 现在大家都懂了 是吧 大家都懂了 OK 这就是我们讲的 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明白 grave病怎么导致 怎么导致 好 我再问你 有一个患者 这是垂体 朋友们 这是垂体 这甲状腺 大家都知道 甲状腺有好多绿泡细胞 绿泡细胞分泌什么 T3 T4 同学们 好 这个人得个病 什么病呢 这个绿泡细胞 变成个大瘤子 我们一做B超 这个人叫甲状腺 腺瘤 同学们 腺瘤 这是得一个瘤子 得一个瘤子 这个垂体分泌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TSH对吧 它得一个瘤子 甲状腺得个瘤子 什么瘤子呢 有功能的瘤子 这个功能还高 大家非常熟悉的 叫高功能线瘤 你说它这个有功能的线瘤 功能还高 它分泌分泌T3 T4 我问你 这个时候 它的T3 T4是增多还减少 1是增多 2T3 T4减少 是增多还减少 多你就敲1 你就觉得它少了 你就敲2 随便你 你觉得是哪一个 它就是哪一个 非常好 它多 听懂了吗 它多 它多 我问你 T3 T4多了 我问你 是不是甲抗 这个人是不是甲抗 咱是甲抗 所以 甲抗的病因里面说 医病因 80% 是由青年女性的 graves病导致的 也有 甲状腺高功能线瘤 这就是组织的示威 不能说甲抗就是graves病 有高功能线瘤 听懂了没有 有高功能线瘤 还有什么 还有 能够引起甲抗增加的其他级病 甲状腺 可不可以 个别的也可以 所以这就叫甲抗 甲抗就是T3 T4增多 就跟修克就是血压小于9060一样 你不要问我修克是什么 修克是血压小于9610 那什么能够导致修克呢 失血可以导致修克 烧伤可以导致修克 心梗可以导致修克 过敏可以导致修克 疼痛可以导致修克 那甲抗是什么呢 甲抗就是T3 T4的增多 那什么可以导致甲抗呢 我只能说80%是graves病导致的 那你能说世界上所有的甲抗 都是graves病吗 也就是说 你在内科组织考试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甲抗 它就一定是graves病吗 它没有可能是甲动性的腺流吗 但是有可能 有可能就要去排除它 怎么排除呢 处诊就排除了 或者是查抗体就确诊了 这就叫思路 我问大家 处诊为什么能排除 你思考 处诊为什么能排除graves病 或者是高功能腺流 怎么排除的 怎么排除的 非常好 你把graves病的中文你读一遍 graves病的中文叫 弥漫性 毒性 弥漫性 均匀的大 对称的大 均匀的对称的大 一摸快快两边 对称的大 听到了吧 弥漫性 夹诊线高功能腺流 一座壁创 左侧 夹诊线高功能腺流 右侧高功能腺流 右侧上一页高功能腺流 听到了没有 所以 高功能腺这里骨骼包 人家这边是正常的 这边是正常的 这边骨骼包 或者这边骨骼包 这边正常 所以同学们 一摸 哦 这个人均匀的大 好好好 这个人十有八九是Greyfus 这边好了 这边骨骼包 你看 这边骨骼包 你摸一个包 鼻窗窗下 这个腺流 好 这个人也假抗 但它是高功能腺流 很好 然后我就 我不是摸了 摸了我就不大相信 我水平可行 或者说 它要是这个腺流 两边都涨呢 两边涨腺流呢 它也是两边都大 我去 这芝麻掉真眼 怎么办 我就查抗体 查什么抗体 TSAB 看懂了没有 我问你 TSAB 谁阳性 谁阴性 谁阴性 你不是 怀疑吗 你不知道怎么病吗 你不是考 专业实验能力吗 你不是第四门 出了问题吗 问题出的难 问你下一步查什么 你不知道查什么 你怀疑它Greyfus病 你就查TSAB去吧 你查高功能腺流 你就往超生方向去查 或者是核素扫描去查 这就查的就不一样 选的形象就不一样 你非要问 我就查TSAB不行吗 它不是不行的 它说这个考试 它就让你诱导 你要你选这个 所以明白了 明白了 TSAB 如果阳性 这个时候答案是高功能腺流啊 还是Greyfus病呢 Greyfus病是一 高功能腺流是二 如果TSAB阳性 你选什么 你怀疑它是Greyfus病 听懂了吧 终于搞明白 它是Greyfus病 好 如果我说这个时候 它一侧加弹性大 另一侧加弹性不大 然后B超提示 有一个什么 这个 什么包裹完整的 一个什么 限量组织 然后我又说 这个人TSAB是阴性的 这不大 这一边不大 一边大 TSAB又是阴性减号 他问你 我怀疑是Greyfus病啊 我还怀疑是高功能腺流呢 我就怀疑它是什么 高功能腺流 非常好 点赞 那我问你啊 无论你是Greyfus病 还是高功能腺流 我问你 他那种表现 有没有销售啊 有没有出汗多啊 有没有失眠多梦啊 有没有吃得多 容易饿啊 有没有拉肚子 有没有女性就必经了 男性什么功能障碍 有没有 都有的 都有的 同学们 都有 你不能说我看到灵状表现 我就觉得它是Greyfus病 或者我看到灵状表现 我就认为它高功能腺流 我都不能这么说啊 我要综合判断 它的化验单 它的B超单 做B超的B超单 是不是啊 我才能区分它是什么 病引起的 它都是假抗 都是休克 那你怎么知道八十四十的血压 是过敏呢 还是失血啊 还是心原性修科 还是烧伤修科 你怎么知道呢 你必须看其他的信息嘛 听懂了吧 对不对 我们后面还要讲 后面还要讲 好 讲到这里 有几方法的介绍给你了 现在听懂了 听懂了你就知道 主字跟医师还是有点差别 有些题目 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基础知识的题目 我问你 难吗 比如说 子跌是二到五毫米 小于两毫米是出血点 大于五毫米是预斑 这跟职业医师有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基础知识部分 的内容 主要是症状啊 体征啊 机制啊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不难 如果您挂到这一部分 去年说我基础知识没过 那你真的是职业医师知识忘掉了 没有下功夫 你把职业医师的一些支点捡起来 贝贝你一定行 基础知识不要怕 肯定能过啊 只要跟着走一遍 肯定能过 第二个 相关专业知识 有个别同学挂在了相关专业知识上面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吗 或者说你今年一次考过 你要注意相关专业知识 我们讲的时候要怎么样吗 我告诉你 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知识 以及专业实践能力 这三门客 不能割裂开来学习 你看我们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书也好 其他书也好 他没有把它完全割裂开 为什么 因为他们考察的内容相似 你看 严肠表现 专业知识也严肠表现 诊断要点 他也等断鉴别 你辅助检查 他治疗方法 治疗要点 专业实识的 你看 他就要考察思维方式和综合应用的理事 按理分析体主要与工作中积累有关 这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大纲介绍的原话 我没有动 人家直接告诉你 与工作中积累有关 那你不在临床医院工作怎么办 或者说你的病种比较单一怎么办 你就听课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纸上谈病的思维学会 你也能猜对 也能猜对 专业实践能力 大家不要觉得好痛苦 我告诉你 他是一半对一半 这不是一百分吗 他有将近五十分或者四十分 就四十到五十分的分数 有四十到五十分的分数是单选 有五十到六十分的分数是不定选 不定向选 所以你要把这四十到五十分的单选 给我拿下 你拿个三十八分 或者四十分 真正的这个不定向选择 不定向选择也不是一提一分 不是一提一分 因为最后专业实践能力不是一百题 其他所有都是一百题 这些都是一百题 这一百题 一提一分 一百题 一提一分 一百题 一提一分 单选题 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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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基础知识 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知识 都是各一百题 一提一分 一提一分 总分 一百分 就各自总分一百分 专业实验能力题当中 大约有四十道题 到五十道题左右 这个每年可能题型不太一样 稍微有点差别 五十道题左右 是单选题 然后大约有呢 五十到六十道题左右 我讲的五十到六十道题啊 是指的是分数 它可能只有四十道题 也就总的可能只有八十道题啊 总的可能只有八十道题啊 六十分啊 它是不定向选择 也就是专业实验能力 可能只有八十道题 总的可能 每年题型稍微有点差别啊 叫不定向选择 对吧 这是四门课 他们各自的差别 所以基本上同学们 学得扎实的 这三门逼过 个别同学可能相关专业知识挂掉了 或者专业知识挂掉了 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你各自对应一下 你看他考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今年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学 除了记住识 你不用看之外 其他的内容你要跟着走一遍 时间也不会占有太多 专业实验能力题 这有四十分的题 是单选题 这四十分的题 你要想办法冲个三十八分 后面呢 不定向选择题 难的就是不定向选择题 不定向选择题 我说过了 确定的去选 它是按照权重来给分 你不要问我公式是什么 这好复杂的一个公式 比如说A B C D E I什么G什么K 什么一大堆 比如说这个题的答案 选的是A C D G 是这四个选项 然后你选了A和C 得不得分 得分 但是A B C D E 这四个答案呢 不是平均给分 不是平均 比如说这题四分 A C D G 不是各一分 而是A是核心答案 A就占两分 剩下C D G 平分其他分数 平分其他分数 平分这两分 可能C是占一分 D和G不太重要 占0.5分 就是它是按照权重给分的 我说的很复杂 你一定不听那么多 反正总而言之 选最准确的 选最有把握的 选多了 他要倒扣分 所以他不是权重给分 有些人说 老师我考了80道题 怎么给我100分呢 是怎么给的呢 是按照权重分配的分数 所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 你尽量少选 这个方法我去年就讲了 还是很管用的 很多同学都考完了 不知道过没过 最后都过了 尤其最后一门课都担心的不得了 还有什么考完都一脸懵 这很正常 你以后考副主任一师 考完了更懵 我跟你说 考完有一道题 确定是对的 因为它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开放 题目问题越来越开放 所以各位同仁 我们在后面的讲课当中 会专门举这些题目的例子 做一些专项的突破 尤其针对去年专业生产 挂掉的同学 我们还要专项在突破这个东西 到底问题出在哪 思维出在哪地方 逐个逐个的分析给大家听 都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不用把它的难度放大 尤其第一次考一同学 没关系 搞定它 一到两天计考 为什么我说一到两天计考 今年是考两天了 就21年 我这里说的21年了 就考两天 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一天就考完了 一同学又开始崩溃了 我都烦死了 我年龄比较大 一天考完 我根本精力跟不上 上午考两门 下午考两门 中间没得休息 哎呀中午想睡 睡不着 心里面又忐忑不安的 今年你好好睡 今天是两天 今年是两天 你好好睡 能睡一晚上呢 第二天再考两门 半天只考一门 是吧 一天考两门 一天考四门是说不了 一天考两门还行 对吧 成绩两年有效 60分及格 60分及格 还有同学考了60分 你说我是不是过不了 我谁告诉你过不了 60分及格 什么各个省又不一样 哪有这说法 没有啊 国家统一的 60分就通过 明白吧 21年 考两天啊 两天你慢慢考吧 好了 这是关于课程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介绍 如果考一天 大家就有点累 是吧 有点累 考一天 上午考两门 下午考两门 对吧 考两天 大家稍微 稍微这个 这个轻松一些 是吧 稍微轻松一些 好 我们这个课程 整体上呢 是根据大纲的要求 进行整合梳理 那么第一部分呢 是基础知识 第二部分呢 我们介绍的是 那个专业知识 和相关专业知识 所以我就说了 如果您是第一年学 那你不用问了啊 跟着节奏走一遍 如果您是 单科挂科的同学 除非你是单科挂基础 剩下的你都不要听 这些东西都不要听 如果您是挂了 相关专业知识 或者专业知识 或者专业实验知识 那很抱歉啊 从各论开始 你都要听一遍 从各论开始 都要听一遍 跟着后面学 你不要学 老师我这不考 我不看 我问你 你不掌握机制 你怎么去理解 就是你不掌握机制 你怎么去理解表现呢 你不理解表现 你专业实验的 你还是挂 所以你不要说 好像专业机制 不在我们大干里面 我可不可以不看 我告诉你 这个你看了不吃亏 我只能说看了不吃亏 你背了不吃亏 而且总共那颗组织 不就考那几个系统吗 他又不考什么 腹外扇 他又不考什么 什么不全流产 他又不会考什么 儿科的沟漏病 当然 个别时候会超纲 去 那就20年有没有超纲体 有啊 去年考过的同学知道呀 考了此神经 饶神经 是吧 考了一些肿瘤 有没有超纲体 有 但超纲体会影响你通过吗 不影响你通过 不影响你通过 知道吗 超纲体每年都有 职业医师没有超纲体啊 你考完了 你琢磨琢磨 有超纲体 对不对 超纲体影响你通过了吗 没有 所以大家不要放大 主制的超纲体 他超纲超纲 也在职业意识的范围之内 他不会超到哪里去的 就可能考了一个外科的什么 你有东西像饶神经 齿神经 这个东西 对吧 你说的超纲 其实命题专家认为 你是职业意识考生 你考主制的医生 是职业意识考生 你又不是一个小白 小白你应该在考 职业意识或者助理医师 你怎么会考主制 考主制你应该是 职业意识 所以他命题的时候 就会职业意识懂东西 你也应该懂啊 这个意思 医学人文和伦理的部分 考的极少啊 同学们 能有个两分就不错了 能有个一两分就不错了 那一两分你不看书也会做 所以你的重点 不要放在什么 伦理英识文上面啊 那不会考太多分 最多就两分 了不起了 重点的内容 还是要放在 专业知识上面 包括呢 相关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 专业实验能力 对吧 还有这些地方 基础识是基本上 我看大家都能过 主要至于是 底子能还在 特点是什么 广深细活 通过刚才的讲解 你也理解了 什么叫广 什么叫深 什么叫细 什么叫灵活 是吧 所以整个内容 看着整体来进行讲解 下面呢 谈一点复习的体会 三点体会不多 第一个体会 努力的秘密是什么 两个字 纠错 我看到大家在群里刷题 每天早上很早 现在天这么冷 我有时候早上起得早 我看五点多钟 六点钟 群里面就有人在里面 发题了 非常好 坚持下去 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你说你笨 你说你机组不好 那你就要起个早 是吧 没办法呀 要起个早 你跟着走 跟着班尾刷题稿 一定行的 第二 你做了题之后 你不要求多 就我刚才说的 你倒酒 不要倒那么急 倒那么多 一定要善于去纠错 我看很多同学 晚上有时候 我看到了我就回 有时候信息也比较多 我有时候可能看 也不是特别仔细 但是我看到的 我尽量回 努力的秘密是什么 就纠错 题目不一定多 那个组织能刷多少题 他总共就那些题 对吧 而是纠错 纠错能不断提高 你的考分的上限 如果你能考五十多分 你善于纠错 你就能考到六十多 六十多的人 善于纠错 能考七十多 七十多的人 善于纠错 你就能考八十多 一定不能放过你做错的那些题 一定不要放过他 其实你最后失败 就失败在那个地方 就刷那些你做错的题 一轮下来 一轮下来 做错的题越来越少 做错的题越来越少 说明你的考分的上限 在不断地往上攀升 知道吧 这是真心话 这是掏心掏肺的 我们自己考试不也是吗 考研究生 考博士 考组织 考复考 考什么不都是 题目来了 就找错题呀 当你错题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的考分的上限就越来越高 一定不能放过你刷错的那些题 把它记下来 我们APP上也有 把它记下来 第二技巧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猜题 你复习的再好 你走进二一年的考场 我跟你说 刚才同学说一万题 不止 不止 题库都不止 你进了考场之后 你都会发现 还有我没见过的题 我都刷了这么多 怎么还有我没见过的题呢 那怎么办呢 就猜 就猜题 猜题是什么呢 好多老师和书 都在介绍 各种各样的技巧 我把我的体会跟你分享一下 我的体会就下面这句话 猜题是什么 猜题是千机万累 就是你平时的那种训练 千机万累 然后在考场上的一念之间 同学们 你在考场上选那个C的时候 选那个B的时候 你脑子里还在想什么技巧吗 你都一脑子梦 你还什么技巧了 还是技什么巧了 都是骗人的技巧了 一天考下来满脑子降糊了都 看哪个差不多吧 应该是吧 大概吧 就这个吧 反正什么技巧 哪有什么技巧 敌不过一念之间 那为什么有的人一念之间 自己觉得考的不好 那么考的七十多八十多过了呢 有的人也觉得自己 那么选的不好 怎么就五十九分 五十八分 五十六分挂掉了呢 那这个一念之间 其实就是千机万累的过程 就是你平时 有没有千机万累啊 我这说 现在有很多听课的 可能是去年考过的同学 他们更有体会啊 你问他们 是不是好多题都是猜的 你就问他们 是不是猜的 我敢说 他就是猜的 好多题都是猜的 是吧 但是猜对了 猜六十分过了 七十分过了 所以同学们 猜题是正常的 你复习的债怎么充分 你去考察上 二十一年还是要猜的 猜是千机万累的一念之间 就是你大方向不能错 大的方向不能错 第二 你猜了之后 你不要乱改 是吧 你体会一下 可能现在体会不深 慢慢的体会更深 那最好的学习心态是什么 考试的心态是什么呢 我送大家四个字 微微紧张 同学们 你不紧张 你也考不过的 人不紧张 交感神经不兴奋 四上线素不分泌 你过不了 你看到运动员 出成绩的都是微微紧张的人 特别紧张 发挥失常不行 不紧张 这个肌肉都不紧 点了鼠标 点了都不带劲 也很难 所以同学们 紧张是正常的 要把它控制住 微微紧张 微微紧张 交感神经兴奋 四上线素分泌 可能你 本来你考79的 能考88 你考59的 能考62 但是如果你过度紧张 你65的人 能考成55 70多 能考成60多 不要太放松 也不要太紧张 但是千言万语 会成一句话 怎么能不紧张呢 那还是平时的 千机万累 好吧 好了 那么这个导学的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呢 分享报名学习 这个是我们网校委托我 和大家做一个宣传 21年的这个中级考试的 这个班次啊 价格呀 什么笔记呀 这些都 这个优惠措施啊 等等什么都已经公布了 大家可以去 这个分享啊 大家一起学习 好 这是网校的这个内容 最后呢 我用一个图片 大家看到 这是我们 这个 一名攀登者 叫夏柏宇 这个人是双腿残疾 叫五腿老人 这个人没有腿 但是人家登上了 珠穆拿马峰 四十三载的坚持 没有腿啊 这个没有腿 能爬上珠穆拿马峰 所以我经常说 我说 考过 并不需要 聪明 才华 什么记忆力 是吧 你聪明 才华 你记忆都不来这了 你还来这学干啥呀 自己只要看书笔破了 所以来这里学习的大部分同学 都可以说是不那么聪明 是吧 别生气啊 不那么有很好的记忆力 对吧 咱知之求是 所以要想通过呢 今天是今天第一次课啊 要想通过呢 两个东西要带上 别的我不要啊 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总共咱们到考试 也就四个多月了 是吧 四个月呢 满大满上四个多月 你得有保证一定的时间 你不能说我报个班 我不来了 群里刷题我也不看 直播我尽量能不来 我尽量不来啊 老师 那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你刚才我讲的那些真题 包括我刚才讲的知识点 你也听明白了 它不是那种死题目 死题目你就考过基础知识 你就把相关知识考过了 你专业实验能力挂掉 或者相关专业实验挂掉 你还是要考第二年的 所以时间 你算个账 这两年实际 你花在一年上面 是吧 所以第一 你必须给我保证时间 你不能说我交个钱 报个班 老师我忙啊 是忙 我理解 真的 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大家都有一丝资格阵 在各个单位都是中间力量啊 干活的都是年轻同志啊 都是初级执行的干活 但是你一定要抽一点时间 一定要抽一点时间 马上马上四个月嘛 中间还要过年了 第二呢 是一定要有决心 决心是个什么东西呢 决心它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它是一股神秘的力量 它能让你早上起早 能让你晚上睡得直 能让你呢 为了一个错题啊 能够想半天 这就叫决心 决心是什么 决心不是写在墙上的字 对吧 决心也不是喊在嘴里的口号 决心就是每一天的行动嘛 是不是 所以 要有决心 要相信自己 当然也要相信我 相信网销啊 相信我们整个的内容 一定能够把你覆盖到 是吧 不断的去奋斗 奋斗 用一句网络语言说 才能让你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狂